8月9号下午刘若英是来到了上海出席自己的新书见面会 那生完孩子之后呢是首次亮相 感觉这一次刘若英真的是敞开了心扉 在线上聊了不少私密的话题 老公 儿子 婆婆 甚至还有和她有故事的师父陈生 今天粉丝高呼好久不见的刘若英为天宋 奶茶却调皮地表示这是自己花钱买的 我刚才看着人在南口都塞好去 到了拍照的环节 场后7个月恢复轻盈提债的刘若英也不忘臭美一下 本市场安静的亲手会和粉丝们只偏偏要听刘若英唱歌 我马上做来看演唱会了 心情不错的刘若英倒也乐得 润了润嗓子 温暖的歌声在满屋子的书香中飘散开来 从成全他人爱情的女孩到如今结婚生子的人妻人母 刘若英这些年的变化被大家看在眼里 但在刘若英看来一切如旧 多了一份对家庭的牵挂 刘若英是幸运的 有一个懂他的老公还有一个疼他的婆婆 他曾经在微博上透露远在北京的婆婆亲手做红糖烧饼给自己吃 而对于每个家庭都少不了的婆媳问题 刘若英的回答让不少人笑出声来 因为他不是问题所以我没有去处理 相比之下说起今年1月刚刚生下的儿子 刘若英形容自己的生活一度过得有点窘迫 作为一个45岁的高龄新手妈妈难免有点手萌脚乱吧 我常在家里是小跑步才能够完成我的工作 但现在可能一有时间就想回去跟儿子在一起 谈过老公婆婆和儿子记者们 总还不能够面俗得想问问刘若英和师父陈生 的确陈生这个名字对于刘若英来说非常一般 年少仰慕的师父却因为对方是有父之父 不能够愉悦世俗 如今时过境迁 在面对这个话题的刘若英显得很坦然 而他也透露和陈生仍然是一通电话就能够叫来的 是有关系 我当然跟他有联系因为他是我的师父 其实我在做月子的时候 申哥跟申嫂两个人都来我月子中心看我的宝宝 我还有看我 行了在线上海采访不到 我一直在都来看我的宝宝 我一直在沉宝